疾病管制署昨天公布 國內新增兩起本土麻疹 原本判定屬於同一起新北群聚 不過最新的疫調顯示 這兩人分別與不同個案接觸 來源不同 顯示新北恐怕有兩起 麻疹群聚疫情 之間是否還有其他 關聯 還需要進一步疫調釐清 機關署也預估四月之前 麻疹疫情會出現高峰 北部麻疹疫情再擴大 機關署公布麻疹個案再新增三例 一例是境外移入 兩例分別是中和區的二十八歲女性 以及永和區的四十一歲男性 原本認定都與北部社區群聚指標 個案相關 不過曝露到發病十七天 也已經接近潛伏期上限 後續疫調發現永和個案 和魚湯相關個案也有足跡重疊 都去過中和的魚湯店 整個事件目前看起來可能以新市政 認為說跟魚湯相關的個案比較有關聯 所以會依照新北的依照新市政 初步還是研判為是兩個不同的群聚 機關署表示麻疹傳播力強 在同一個空間裡 就可以透過空氣傳播潛伏期平均十四天 最長則可以長達十八天 因此整個北北桃一日生活圈都要加強戒備 預估四月之前將出現高峰 只要說有帶原者的遺跡 出現在公共場合的話 其實都可以造成人群的傳播 那麻疹的受感染者基本上潛伏期 中位數是十三天 那最長可以到十八天 再之後它就會出現有發燒 以及有皮疹的這樣的情況 那甚至在口腔裡面會出現一些典型的白點 機關署表示 我國今年累計七例麻疹病例 比起過往四年同期都還要高 而目前麻疹病例比較集中在中和地區 此外 上週新增兩例兒童新冠肺炎死亡事件 是今年首度出現兒童新冠肺炎的死亡事件 記者 張國良 沙燕其無其昌 臺北報導